大家好,我是潘南,我回了 今天这节目正式开始咱们的中超球衣介绍 其实在我最开始的设想中 我就只是想单纯的做一个球衣的展示 从中超元年2004年 一直到大家看到的2021年 但是就在我在家写2004年这件球衣的文案的时候 我否定了我的想法 因为我还是认为 收藏球衣的本质还是在于 与这件球衣有关的球员经历 有关的球队故事 有关的联赛背景 所以我决定中超球衣系列 我争取一到两个赛季的球衣 咱们讲一起 我就先从国安的历年球衣入手 用我最熟悉的球队打个样 在内容中 我将融入历年与国安有关的经典时刻 以及职业联赛的骑士趣闻 我争取做到 就算你不是国安的球迷 你也可以在我的节目中了解到 有关中超联赛发展的故事 我会努力做到中立且平衡 可能有的人会发个狗头说水视频 但是我敢保证 你看完之后你就明白 这一期节目我需要查阅多少的资料 多的我也不说了 大家就跟我一起 回到中超元年2004年 我现在身上的这件呢 就是国安04到05两个赛季通用的主场球衣 是我跟大脸借来的一件光板 这款球衣的版型呢 和阿森纳04到05赛季的客场球衣非常类似 都是T90的模板 胸前的两条竖线的样式啊 在十年后的今天来看 就显得特别的经典 特别的有年代感 有那种老物件的韵味 所以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啊 我也在反思 如果我穿越到了04到05赛季 我会不会去骂耐克 不用心 户呢 只会套模板呢 所以这件老球衣 让我对球衣的设计风格的偏好选择 有了新的思考 可能模板样式的价值啊 放在一个时间维度来说 才会显得更有意义 这件球衣的领口呢 是杀网设计的 就像杀川一样 在两侧腋下 以及后腰的部分 都是大面积的网眼 老球衣的散热设计啊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在正面下摆处呢 有一块类似于啊 篮球队服一样的 缝制尺码步标 我觉得新赛季 大巴黎的主场球衣啊 配上杯赛的NBA字号 再加上一块 这个大步标的话 那味道就更正 其实最能体现出 老球衣感觉的设计啊 就是把队灰放在胸前 这一点呢 几乎就是复刻球衣 复古球衣的标配 当然了 今年有一家赞助商啊 重新定义了 什么是创新 那就是把他家的品牌logo 放在了球衣的中间 大家觉得 这个模板 十年之后再看的话 会有T90 这样经典的感觉吗 像这种千禧年 出头的球衣啊 几乎没有什么 面料科技而言 这布料手感呢 摸起来啊 有点像如今那种 防水的桌布 手指摩擦面料呀 有那种刷刷的声音 但是手感呀 更为柔转 只要一出汗 一贴身 绝对是非常难受 也正是因为 这个T90的模板 让这件光板球衣 就算没有如今 这种各式各样的暗文 也显得挺难看的 兄弟们 我是不是有点双标了 前面呢 咱们讲的是 球衣的外形设计 下面就回到 咱们的中超主题 2004年是中超联赛的元年 也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 至暗时刻的开始 咱们呢 就一起回悟一下 这款球衣所经历的 04到05赛季 都发生了什么 不可思议的事情 首先呀 2004年有关国安的故事 有两件大事 两件小事 咱们呢 先说小事 第一个就是 从2004年开始 球迷只要交150元 就可以观看 国安整个联赛的 主场比赛 并且获得球迷装备 这个其实啊 就是现在大家所用的年卡 所以这一年 也算是国安 官赛福利 正式被俱乐部 所重视运营的一年 而第二件 与国安有关的小事呢 就是在5月26日 国安在公体啊 4比1战胜了 沈阳金德队的比赛当中 沈阳金德呢 大家可以记住这个名字啊 今天的节目 几乎离不开的 在这场比赛中啊 年仅16岁 零10个月的黄博文 在70分钟替补登场 在比赛第829分钟 禁射破门 创造了中国职业联赛 最年轻的球员进球记录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如今咱们这个中超 执行的U23政策 都费死尽了 在10年前 一个16岁的孩子 就已经上场进球了 所以可见 如今足球领域的可用之才 真是少之又少 所以这事啊 其实从侧面 也能解释出来为什么 国安球迷对黄博文 如此爱之深 则之陷 黄博文2004年呢 是从预备队 胜到一队的第一年 就在球队换写的 这个时间点上 横空出世一名天才少年 作为国安球迷 对他的期待与期许 绝对是空前的 04年呢 他16岁 2011年他23岁 在国安历练7年之后 在一个球员生涯 最有潜力的时候 国安呢 放他去了全北仙台 但是2012年 他回国后 直接去了广州恒大 虽然站在球员的个人角度 他的选择绝对是正确的 他在恒大拿的所有荣誉 在国安拿不到 但是站在球迷的角度 他办事的方式 不体面 不地的 如果你是个来工体 远征过的福利球迷 你们一定知道 陈志钊 李提香 每次踢完 都会在工体 绕场 卸场一周 国安球迷呢 给的全都是掌声与鼓励 钱多多在14年来到了米兰优时期 21年去到大巴黎 也是在米兰历练了7年的时间 最后结果怎么样 不光本地的米兰球迷骂他 全世界的米兰球迷都骂他 徐亮张成栋是怎么离开国安的 人家是在合同到期后 主动续约 然后转会走的 这是一个体面人做的事 黄泊的行为 在国安球迷眼里 看来就是一个 自己培育拉扯大的孩子 虽然家里不舍得 但是还是咬牙 送出国学籍去了 结果呢 这孩子学了一年 自己偷偷跑一国 去给人家养老进校去 这事搁哪家球迷身上 能不生气呢 但是我说了这么多 也并不耽误 我把黄泊这个进球记录 列在了国安2004年的 经典时刻当中 作为一个一次赌赢人生的选择 我觉得我能理解他 但是作为球迷 我也就跟这点到为止了 是不是这座城市 包括他们都曾经支持过你 这个球队我那时候培养了你 从04年开始 知道现在 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 不管是现在支持我 或者骂我的什么 就非常感谢他们 对 感谢他们的 以前一直以来的支持吧 非常感谢 不管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我都能接受 都能接受 那剩下两件发生在2004年的大事 分别是什么呢 一个呢 就是在10月2日 国安客场对阵 沈阳金德的巴塞风波 我在这里啊 帮大家梳理梳理 国安为什么巴塞 他绝对不是单单的因为 周伟新盼的那里点球 其实啊 在2004年跟今年非常的像 都有欧洲杯 还有奥运会 还有十余赛 联赛呢 也都是因此被砍得支离破碎 有着长达三个月的休赛期 那支国安也跟今年一样 在联赛中面临着 人员不整 球员阴伤 或者停赛等原因不能上场 所以从根上啊 国安全队上下的成绩压力是很大的 但乌鲁偏锋连夜雨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安的运气呢 也走了一辈子 在开赛后呢 第一个客场 国安对阵辽宁 国安在第70分钟 杨浩取得进球 1-0领先 这个比分呢 一直被保持到了捕食阶段 本应该是三分钟的捕食时间 结果球队 在捕食第4分53秒 被辽宁队给搬平了 而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接着主场对阵 山东路能 球队在第90分钟 又被角折绝杀颁平比分 然后在间歇期最后一轮 客场挑战大连适得的时候 在比赛第89分钟 双方还是1-1的比分 第90分钟 又是被对手打入了绝杀进球 如果说这些啊 都算是国安自己不争气 那么在联赛第二循环的第一战 就显得有些过于可以了 国安客场呢 面对半成不胜的四川官城 国安在比赛前22分钟啊 就2-0领先 在上面场呢 以2-1的比分结束 在下半场第19分钟 接手完伤病治疗的高雷雷啊 回到球场后 完成抢断 帮助国安打成反击 此时呢 比分定了在3-1 就在进球后啊 四川教练组抗议说高雷雷 未经过主裁同意 就回到场上 最后呢 裁判取消了进球 还给高雷雷一张黄牌 最终啊 那场比赛 四川冠城在主场 以3-2的比分 赢下了国安 在赛后呢 国安第一时间啊 进行了申诉 坚持认为高雷雷的上场 是得到了主裁的认可 但由于当时的转播水平 并没有拍到事发的镜头 所以申诉无效 一场3-1的比分 因为一次反叛 活生生的变成了2-3 所以以上的种种阴差阳错 成为了国安 罢赛的导火索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 我都不说你是球员 你就作为球迷 如果你的主队 刚踢了半个赛季 就遇到四次 绝评逆转的比赛 你会怎么想 所以啊 正是这样一个满肚子怨气的国安 来到了2004年的10月2日 这件事情啊 妙也就妙在了 这场罢赛发生在中国足球 最为神圣的 沈阳无理和体育场 在这个见证中国足球 冲出世界的地方 也见证了中国足球 走向黑暗的全部过程 在本场比赛开始前啊 当时的主裁判周卫新 就因为两队球衣的颜色 过于相近为理由 要求国安队更换比赛队服 他认为两队球衣是撞色了 那么这两队的颜色 是哪两个颜色呢 一个绿色 一个蓝色 最后周卫新啊 很有可能是个色录 在比赛开始后 周卫新一直用着双标的判发尺度 影响着国安球员的心态 在第29分钟 国安外援呢 就两黄变一红被发下场了 第39分钟 沈阳金德队进球1-0领先 第74分钟 国安队的陶伟点球扳平 就在5分钟后 主裁周卫新又马上 反叛给了沈阳金德队一力点球 就是这个对抗动作 大家觉得可能是点球 被针对了一场的国安球员 直接炸了 在与足协领导沟通无效后 经过董事会的同意 杨祖武呢 带着国安球员与教练组 面无表情的离开了球场 中国足球联赛的第一次罢赛 也就此诞生 而在这次国安罢赛之后呢 也引发出了第二件大事 当时国安与足协 一直打量了对方的底线 国安俱乐部呢 主动召开了发布会 抨击联赛中的丑恶现象 当时除了场上肉眼可见的 种种不公平的判发之外 在场下更是有不少场次的比分 屡屡暗合澳门博彩的盘口 后来经过测算啊 当时中国每年至少 有一万亿资金流水 注入到了地下赌球的赌场 如果大家喜欢看 那个时候的赌球假球的故事 当目里呢 打一波一 要是想看的人多呢 我就单开一个系列 前些日子闹得沸沸扬扬的 欧超联赛 大家还有印象吗 几家豪门呢 组成了一个G14 其实啊 在2004年 中超也组成了一个G7联盟 这七家呢 分别是上海中原 青岛宜中 珍珍建立宝 四川冠城 北京国安 大连士德 还有辽宁队 这里呢 有一点值得一提啊 这七家俱乐部 只有国安 是国资背景的俱乐部 像鲁能啊 泰达这样的国企俱乐部 都是站在足协一边的 也就是那时候的宝皇派 这次G7联盟的主要诉求 主要是成立中超公司 要求呢 政绩分开 管办分离 而作为G7联盟的领头人啊 大连士德在后来呢 也进行了一场巴赛 而面对的对手 还是沈阳俊德 此时 面对G7联盟的强势汹汹 足协是啥了 但是当时在足协工作的南勇 支了一个狠招 他找来了各地政府的体育局 开始呢 向俱乐部施压 最终啊 利用行政力量 平息了这场革命 有关南勇的故事呢 咱们以后再聊 而最终 G7革命给联赛留下的成果呢 就剩下了 取消2005赛季的降级政策 也就是这次风波过后的11月 在世纪赛上 国足呢 与中国香港提出了那场 算得上是自取其辱的7比0 而在这场风波之后的 2010年与2011年 南勇与周卫心 纷纷因为受贿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场罢赛 一场革命 一场甲赌风暴 都发生在了2004年 我们的中超元年 如此中超故事 怎能不爱看 那么如果说呀 2004年是中超故事 打于球队的一年 那么2005年可以算得上是国安故事 成为主角的一年 在2005年 足协呢 也搞了一个特殊化的规定 就是中超球队呀 外援每场比赛 只有两个人 可以报名近18人的大名单 但是如果向国清提供了4名球员 就可以额外上1名外援 就跟之前咱们的减免U23 一个意思 或者说是加强版 但是这一政策值得商榷的是 当国清球员回复之后 此项福利依旧生效 这就点bug了 当时有资格享受此项政策的 只有大雷士德与山东路能两支球队 而此项政策的另一个负面作用 就是在205赛季 将近有一半的俱乐部 直接放弃了外援的使用 05不降政策一出 2004年年末 就成了各大俱乐部 锻炼小将的实践 而经历过9比1时代的4名主力 尧界南方韩旭周宁 刚过30出头 就纷纷选择了退役 他们的退役仪式 就放在了中超第二轮 国安主场对阵上海申欢的比赛中场休息 值得一提的是 那场比赛 国安也是借势4比0完胜上海申欢 2005年 国安在某种程度上 算得上是上海克星 在2005赛季 中超联赛一共有三支上海队 上海申欢 上海国际 上海中邦 而国安联赛对阵上海球队的成绩 是五胜一负 在中超杯 足鞋杯 又主客两回合 分别淘汰了上海国际 与上海申欢 在主场国安4比0 战胜申欢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中 上海申欢的主教练 捏波姆尼亚奇 都感叹道 申欢队员的身上 可能真的有一种病毒存在 那就是惧怕北京队 前面咱们提到了 2005赛季 国安在赛季初就开始欢喜 也就是在这个新老交替的一年 在国安历史上 载入史册的球员登场了 在4月17日 国安4比1击败青岛中能的比赛当中 年仅22岁的杨志 第一次代表国安首发出场 从此国安就正式开启了 盛阳志时代 坚顿已有 利剑也已出巧 那个赛季 王牌前锋 叶里奇的爆发 让国安一度看到了争贯的希望 在7月10日 国安主场3比4 输给大莲士德的比赛当中 叶里奇第64分钟攻入一球 让他成为了国安历史上 首位连续六轮 取得进球的球员 在9月25日 国安对阵重庆立番的比赛当中 叶里奇首开记录 将他的赛季进球数 锁定在了21球 打破了中国足球顶级联赛 单赛季的进球记录 他在赛季末 也拿到了中超金靴 以及中超的金球奖 但也正是因为 对于外援叶里奇的过于依赖 以及板凳深度的缺失 导致球队后半程 连续输掉了关键的争贯比赛 比起进攻方面 防守的问题更为严重 当时主教练 沈祥福做出了一个改变 球员命运的决定 他把徐云龙从封县 调回到了中后卫 纠集 虽然后防压力小了 但是前锋叶里奇 也因此缺少帮手而压活 后半程的国安 展露出了 刁链子的基因 主场胜 克场负成了日常 最终联赛位列第六名 其实比起国安内营的成绩 最被球迷津津乐道的 就是国安与黄马的一段姻缘 拥有黄马俱乐部 无形资产开发权的 阿凡廷马斯卡尔蒂集团 经过与国安俱乐部 长期的谈判 决定出资收购 国安俱乐部的一部分股份 借此也让黄马的品牌资源 与技术管理人员入驻到国安 以此来打造一家国际化的俱乐部 两家俱乐部 从2005年的3月份就开始接触 直到11月8日 黄马主席弗洛伦蒂诺 会晤了中信国安集团的 董事长李时林 双方确定了合作的框架细节 12月15日 国安全队就集结飞到了马德里 接受黄马俱乐部安排的 十天集训 这也是双方落地的 第一个项目 而黄马国安这个春秋大梦 也让俱乐部 对于如今手里的中超金靴 不屑一顾 叶利奇方面希望得到掌心 而国安 则是把外援的重心 全部放在了黄马的身上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国安与俱乐部的传奇射手 不欢而散 叶利奇来年转头到了厦门兰师 而国安黄马 这艘战舰能否启航 2006年一切都明了了 以上呢 就是有关我身上这件 2004到05赛季的国安主场球衣的故事 兄弟们 这个时长 这个信息量 你们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一定给我来一波 一键三连 本期点赞超过一千的话 咱们就继续按照这个节奏冲 2006年呢 国安主场球衣 就来到了阿迪时代 喜欢看的兄弟 不要错过 做球员零不易 希望下期还能看见你 这支汉堡左右记 咱们回头再聊 再次准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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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